陈雪扁禁食后借户就医 蓬头垢面的形象虽然只有短短五秒钟 经由媒体放送渲染力十足 面对司法案件 陈雪扁从确定被收押后就动作频频 现哒啦啦上举手铐塑造遭迫害的形象 紧接着在看守所内采取禁食抗议 不吃东西110小时后被借户就医 第一个他说 挨施法已死 第一个挨施法已死 二他是要到民主的退步 同时委任律师借由探视陈雪扁向各界放话 成为他在御所外的代理员 还不顾陈雪扁的意思替他向法院提出抗告 司法沦为政治追杀的工具 办律不办蓝 甚至于侦查完全由政治指挥办案 甚至于不用征讯直接拘押 民进党团也接连在立法院发声 定调阿扁上靠是欺负台湾人 司法半律不半蓝 陈雪扁遭收押 人虽无法清上火线操盘 持续禁食诉诸支持者 律师放话 与党团声援 以最擅长的政治操作打死